在洛晨设立了这个教会 今天特别是更加的感动 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朋友都回来这里 真的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 昨天我们在Coff Lake State Park 有一个很好的聚会 很多朋友弟兄姐妹 都给我们做很好的分享 那今天我们是 今天的分享 主题是感恩与勉励 那我们预变我们的心 我们地下国来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 你在诺城看到你的大爱 看到你的恩典 你在五十年前 在这里就设立了一个茶经班 成为团契 在三十年前成立了教会 我们看到你在这里 带你的这么多人 归你信主 主啊 求你继续保守 保守这个教会 保守众弟兄姐妹 求你的灵继续在动风 吸引更多的人认识你 主啊 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聚会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求你 阿们 那我们不在花一个时间 我们请定牧师给我们做一个信息 我也是感恩与勉励 今天是我们教会的三十年庆 并且纪念茶经班的五十年 回想起这三十年来 我们和五十年中间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在这里所经历的各样的风霜 血雨 各样的挑战困难 和所经历到成长 我们看到从各处回来的弟兄姐妹 他们都在各个教会的茶经班 在那里服侍 我们真是感谢神 耶稣基督带领我们成长了三十年 我们大家从不信到相信 从相信到成长 从成长到服侍 耶稣基督一路的看顾 回想起来 我们不禁要觉得震撼 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 三十年如一日 从来没有改变 我们从小看到 我们的教会在神的教宗 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教会 耶稣基督也带领 所有北美的华人教会 耶稣也带领 所有在美国的教会 耶稣也带领 所有的土式教会 他也在这两千年中间 带领各地所有的教会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尝过高深的爱 而不激烈赞美 而感谢耶稣基督的大爱 我在每一年古今节的时候 都会找机会跟大家分享 丈夫要爱妻子 妻子顺服丈夫 并且鼓励做丈夫的 要能够像耶稣基督 爱教会一样的 来爱自己的妻子 我也常常在想 耶稣基督爱教会的榜样 是什么呢 我看到耶稣基督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救赎我们 我也看到耶稣基督 在平常的时候就看顾爱护我们 而今天我更看到 耶稣基督爱我们教会 三十年五十年如一日 这样子的来照顾我们 看顾我们 带领我们 我想我们要在这里 做一个勉励 是我们在座做丈夫的 我们要效法 耶稣基督这样子 恬久的爱 效法他的信实 也一样的 这样子的来爱自己的妻子 对妻子 能够恬久的 信实的爱护 并且能够 像耶稣基督这样子的 来看顾爱护自己的妻子 今天我们看到 在我们的待会儿 大家拿到的三十日 五十年庆的碑字上面 所写的两个字 是感恩 在这个成立三十年庆的时候 大家一起感恩 感谢耶稣基督的恩典 感谢神的慈悲怜悯 感谢神赐下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感谢神 耶稣基督 让耶稣基督 在叛顾我们教会 三十年如一日 我们也求主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一起 有更新的事奉 心意更新的变化 好像我们教会 在成立的时候 是这样的成立的 我们也继续的 在我们人生中间 心意更新的变化 这样子的来 把自己献上给神 我们也借着这个 三十年庆 我们看到从各地 本地的弟兄姐妹 朋友们大家共聚一堂 我们一起来求主约书 帮助我们 有一个合一的事奉 有一个合一的教会 文大多多城也就有十二年了 其实我信主到今年也刚好三十年 我是在三十年前 我们教会成立的那一年 我在北卡罗莱纳州信主 信主后我在教会和查记班中成长 从常常的被别人照顾 开始渐渐的学习照顾别人 我在我们教会以后 在我们教会中间参加 学习跟服事 并且我们教会让我有机会 在这里学习 在大家中间学习正道 在2007年 我开始去神学院里面学习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为我提供了全部的学费 和在学校的生活住宿费 在我进神学院的那一年 也是我大女儿进大学的同一年 所以弟兄姐妹们 对我的支持 是雪中送炭 也是我在神学院里面的学习 没有破骨之忧 在神学院里面 我更加的寻求神的旨意 肯定了神的呼召 参与全时间的服事 今天不共在这里服事 大家 而来感谢弟兄姐妹们的支持 和鼓励 也感谢神的代理和保守 并且感谢神 借着弟兄姐妹们的彼此相爱 这样子来关怀 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我们将会在2013年在神的代理下有执事 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的大力支持 我们开始设立长老 在2014年的2月 我们有谢志诚弟兄被安立为长老 在2015年的1月 我们将会有郭小金弟兄被安立为长老 长老们和牧师一起了布养教会 我们在这里一起献上我们的感恩 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的教会 走过了30年 祂的恩典是何等的好大 而耶稣基督必要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 我们教会前面 还有各样的机会与挑战 成长与艰难 但是主耶稣基督必要继续的 看顾带领我们 后面的30年 前面的30年 感谢耶稣基督带领保守 和看顾感谢神的恩典 感谢主在2018年 带我过这里来 2018年的时候 我跟祂都在结婚 但很少就知道 2019年我是在这里受洗的 一不只知道 三不只知道 然后 所以我现在结婚洗礼 为什么结婚洗礼 因为洗礼是 他说违改了社会的洗礼 是罪得胜利 在洗礼表达的意识 去运动任何人可救 但是我知道 我希望 我们把我们落成格斗的东西 我们再回录 那会变成给大家 给他记得一个道理 我在这里可以明白一个道理 所以我想跟他分享一下 我一轮经文给他看一个 那是耶稣基督 念了一轮旧约的经文 后来解释给大家听 祖格林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兵给军中的人 才给我报告 背鲁和事发 下一个人他看见 叫他受压制的 和自由 这里 路教育说是 耶稣说是报告 神约完的洗年 这些信息都教我分享 五十年 周年我们讲什么 五十年很长的时间 慢久的时间 教会经历了 这些讲五十年叫什么 叫恩怜 叫洗年 经过 如果我们看在意味纪 意味纪的 对 意味纪的二十五章 发解特讲说 里面要计算 我们天天去算神的日子 要计算七个安息年 就七七年 这便成为你的 第七个安息年 一共四十年 然后 只要我们怎么做呢 当年的七月初十日 要发发脚身 初号 然后这个就是 组织日子 要在遍地 发出脚身 他说什么 在第五十年时候 你们要当做圣灵 在遍地 临界的距离 宣告自由 这便为你的洗 个人 要归自己的产业 要归自己的产业 各归人家 我们看第五十年 是个什么日子 对神来讲 神正对为圣的日子 对我们来讲 是什么 欢喜的日子 洗脸的日子 代表这个意思 都自由的日子 这个自由来整理 我在这里跟张诺师一起查 那个 以赛亚书的时候 查到那一段 说我们讲洗脸的问题 我很困惑 因为 常常见过朋友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不是 不用说别人 这个 可能大家见面 好奇 然后大家知道 话题不错 我亲自很知道 是个不愿意 老受别人的 其实上帝 上帝洗脸什么意思呢 像我每一过五十年就 不上班 大家在一起嘻哈 就不用上班 大家坐在那里呢 等着吃了等着喝了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神 设立起来的 一定是死的嘛 这是我以前不明白的 我到洛书的时候才明白 那个时候我一共传到人三年 我还不明白 我发现我自己传得到 自己办得到 直到我这里才明白 最终这个 在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都不说 教会才把我拆除去 做神的工作 我们往下看 在比较罪里 神的讲 我们神实际上是 我们神真伟大 他说神啊 有何神向你 赦免罪名 饶恕一产人之云的罪过 我永远还路 喜爱失 可是我们 往往 主圣经的时候 我们都会说 神爱你 认罪就赦免你了 认罪就得自由了 认罪就 就没有罪了 但是我们神是什么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看你 再看看 但也我就怎么讲 再下一个 但也说 但也理他 这个先知他承认他的主啊 我们的神是 连引饶恕的神 但我们却违背了他 我们怎么为他呢 我们不连引饶恕的 这是我 新基督二十年的生态 我今天新基督也是 跟基督摩斯一样 三十年了 八十年了 到现在多少 三十年 三十年时间了 但我前二十年 我就在 我在一个 自我游戏的生意当中 我觉得上去 胜免我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去 尝试去饶住 直到我就来到 Dogsville 这个地方 我就在我家看 在身边等下 当时以后 经常过了 查个电话的神经 我当时并不是 这么有毒啊 我问他 说比人的时候 比他现在说 就别人说俗啊 我弟兄得罪了我 我都老是他几次了 到七十年了 但耶稣讲了一个抵律 他就会说什么 他说 他说你们个人 都会从心里 饶恕的地主 我们的天使也这样看你 我们有七十个七十个七十得到神的饶住 但我们有时候忘了一次去射灭 我 然后接受那个岸 在天使咱们的天使 能避免 会把这些秘密 因为 其实 圣经讲的是一个悔改的社会的道 很多人讲的是悔改和社会是一个异我关系 没理 但是有一个关系更深的含义是说 乃是一个 因为你 受免那些人对的人 才是你真实悔改的一个建筑 才是你真实悔改的一个人 才是你得正的选举 你有那个悔改的事情 我在这次里来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很了不起 我已经在北京喊到 香港喊到 但修好很多人 那我知道这里来 我知道 在张无师在重心的关怀之下 我才是真实悔改的事情 才真实的悔改 回到什么面前 成为一个劳略人 所以神也给了我们每个人受罪的福利 在你去抗抗地中指引的罪子 私下你抗到罪的时候 你要公开老 这是圣经的奥秘 直到这天我在这里 满些关系你受罪的时候 才是真实悔 这是神圣经的教会 不是连从一个家里 一点走出来 成为这家教会 成为更多人 无论是成为成为模糊的人 我希望大家也不成功 你是否回来信息 这奥秘就是说 你是否得受罪的运动 因为我们今天有准备可能 今天还有很多人 有跟我们关了问题 求神赦免我们 让我们一个赦免的别人一起 求神也使用我们一个人 成为他社会的持者 成为他报价的持者 感谢咱们教会多年对我们灾 谢谢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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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姊妹是第一次到洛城市 1994年 现在算起来大概20年 这个时候是我一个孙子 当我出世的Steven 那次来的时候时间不多 我是在主日从当初参加 我们贸证华人教会的聚会 那时候的聚会是在Cavern 靠近邮寺那边 靠近邮寺那边 我们也知道 人睡不多 可是教会非常温馨很好 那一直到2000年 那一直到2000年我出秀以后 那么我们才从这个 阿卜克尔去 New Mexico 那么我们 来到了陈那西 我们发现这个 陈那西州特别是诺城 非常的美 不仅是美 而且这个城市 是坐落在所谓的 美国厚位称为圣经代 我们知道这个地区 从庚州到庚尔曼 还有南边的 都是圣经代表宗教的地区 都是圣经代表宗教的地区 那诺城呢 是这个里面的 一个重要的 一个据点 诺城 除了这里外 最重要的是 有一个 我们的华人的基督教会 我们教会 那么 这里有30年了 教会 虽然没有非常雄伟的 建筑 没有很多华丽的社会 可是 从我们参加这个教会以后 我感觉到 我们教会有很忠心的 神的仆人 刚牧师 跟牧师 还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 和同工 我都愿意在这里 一起来服侍神 非常可爱 我每次坐在这个教会里面 敬拜 神的时候都会 非常感恩 让我们好像在异乡 有一个属灵的家 有一个敬拜的场所 感谢神 也要感谢在我们以前的 职宣姐妹 我们知道 我们华人在美国 无论是读书也好 工作也好 压力都很大 时间都很宝贵 平常过日子 更是损失简路 可是为了教会 为了建堂 他们真是 奉献了时间 奉献了金钱 奉献了他们的恩赐 让我们今天有处 让我们今天有出一个地方 可以来敬拜神 可以来向神祷告 这是我非常感人的感谢 在我们以前所来的 所谓的弟兄姐妹 今天有很多人在我们中间 我们教会 某个神的恩典 就像UT一样 很多人不断地从国内来 新的入学 毕业 那我们教会也是一样 把很多原来不信主 甚至是无神任的人 让他们认识 让他们接受的 成为神的恩典 这是可以说是 我们教会 很大很大的恩典 和我们所发挥的功能 不仅仅是造就了 许多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中间更神 更呼召了很多 弟兄姐妹 愿意全世界的奉献 成为仇人 成为神的仇人 像 张牧师 丁牧师 文牧师 这边是 我们教会里面 所兴起所培养 所以 就是为我们教会 就是感谢神 为我们教律师 有的牧会 有的宣教 都会成为神 重用的仇人 求神 继续使用他们 祝福他们 就我个人来讲 那么 我来到教会的时候 大概六十多岁 刚刚见到六十多岁 他现在是八十多岁 对啊 所以 真是 经历了不少 个人来讲 就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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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本家韩律所说的 现在已经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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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圣灵 这个神祢 道 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好 在教会传来两个年 能够一天 心死一天 换句俗话来讲就是 人虽然老 但心还是不能老 我们感谢主 从教会成立到我们今年是三十年了 三十年不算是很长 可是也不算有不短的时间 我们老师都曾经说 三十 怎么样 而立 所以我们应该站起来 我们诺乱神很多的恩典 无论是教会 个人 身上都有神的恩典和祝福 我们从恩典和祝福 我们不能够 光是我们自己来享用 我们要跟别人来讲 圣经上也告诉我们 要我们站起来 要我们心挤 发光 所以 那么 我们希望 我们在这里 勉励我们的弟兄姐妹 能够把我们所能的恩典和祝福 也能够和别人一起分享 更多一个人 能够像我们一样 在祝福里面享受祝福 正是凡谢祖 希望今后 我们必须也能够 更能够同心和意 来兴旺福音 来为福祝福 谢谢 来兴旺 三个月儿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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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ought it might be interesting to share with some of you some of our history with the group starting about 1970 there about you know the chinese bible study was meeting in calvary baptist church on friday evening the uh pastor at that time was a doctor was a brother coming who invited him he had met some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on the campus of ut and invited them to our church to uh to participate in their friday evening bible study but during a few years there then brother covey was called another church in tennessee therefore we had a period of time without a pastor and at that time then the uh my wife and i saw the need perhaps of meeting with the group because i was the chairman of the leaders at that time and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 chinese fellowship realized that they were still welcome in our church oftentimes as we were told that when a pastor left the church that ended that they were no longer welcome well that's not the case at all their church and we wanted to uh to convey that idea to them so my wife and i then started meeting with the group on friday evening well my wife being a teacher as she is uh saw right away that the youngsters probably could uh use a little uh teaching and a little uh looking active while the adults were doing their studies so she had uh visited some of the mothers and asked them if uh if she could uh teach her children uh english and the bible stories and so forth during the time that the uh adults were of course well that's kind of how this thing got started with us and she was going to teach the the youngsters and i was setting the uh the uh adult model study well i didn't understand the much you were saying however i could follow the scene so we i enjoyed the same very much and during the uh the uh testimony time and during the uh preaching again i would get my son's school lesson and study for the following study and i was teaching in our church so that gave me a time to study while you folks were worse and my wife then was with the with the youngsters well this occurred in several years and during that time also the group grew and uh they then started the chinese area uh mission thing during the summertime where they made it to coa georgia for a few years and then at uh uh choto springs alabama well again uh this group then asked us if we could uh come to them down there to to this uh to this uh palace school and uh help with some of the teaching and so forth so we did that for several years and and uh by that time the new folks were growing into quite a fellowship and i guess about that that was when you uh pastor change became your pastor and you formed the church here and so we followed you uh during that time and since then and just some of the testimonies i've heard this morning about the uh those of you that uh we knew but back in those days kind of uh your your families and your grandchildren even now and uh your children are successful and they're christians and they're coming across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we're just uh great that we could get a part of this thank you again for for the friendship for the uh just for the fellowship we've had with you it's going to bless you to our eyes and we'll always cherish it thank you 我今天來的家是這個謝就成謝長老中說 要做这个感應見證一件 當時我情侶就很好當我就跟他說 但是我實在是感覺不配可以來做什麼見證 因為在我身上我認為我有什麼可以好見證 但是圣员的感动就让我知道 不是你自己有什么见证 而是让你说出来神在你身上 恩典 你来见证神 是让你去荣耀神 而不是说要去你 你自己做在那里发药你自己 所以我当时心里就比较安定 所以在没有分享之前 我想和大家来一下圣经诗篇 因为在这个诗神要 我们要跟大家看一下这段经文 就是让我们了解的 我们为什么要做感情见证 诗篇的第七十一篇 14 节或16 节 如果不待遇的话 我欢迎大家一起来读一读神的话 一从这十四節开始 我要 我却要常常看话 必要并要贴方并逼 我说总是非诗神 地说你公日和你做三日 以后已经其诗神 也要來做美好和大人的事 而來提說你的公民 我們謝謝主持人 讓我們明白我們的達人見證 我們不是反而隨便說的 那是完全要榮耀神的 當我這樣年代之後 我就在想 在過去五十年間 說五十年也許不會太長 如果你反而想作為愛的事跡 這實在是一個很不簡單的時間 你要數三日子 大概應該有一萬七千多天 在這一萬七千多天的日子裡 幾乎每天 時時刻刻 你都會 如果你自己細心謙虛的話 你都會找到 有神的存在 神的亨利 所以我就說 我開始說了 我實在是很恐慌 但是我在想 在過去四十年當中 我在末城 可以說是 不是過了一個平常的日子 從來到這 開始做生意 來參加教育 這一切回頭想起來 都有神的分針在 因為我剛來的時候 時常心裡都非常地沒有平衡感 總覺得好像是上了賊床 感謝主任 那個時候 有一位 周主任 周古蘭 周姐妹 能夠帶來我到查兵灣 參加了查兵灣之後 然後慢慢地知道 什麼才是我的問題所在 當有一次 當牧師講到罪的問題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 心裡還是覺得 這個罪在我心裡 當時沒有任何的感覺 可是當牧師說到 罪並非殺人道德 你如果心裡一旦很有驕傲 那麼就是你罪的不尊 但是這一句話 也許有的人並不太註定 不太覺得有太深的感受 但是在我來說 那是一個震撼 因為那一句話讓我們明白 我之所以來到這 一直覺得沒有罪的 心裡放從別的回去 原因是在 我不能丟下我的驕傲 就從那一刻開始 我重新向你 當牧師說 只要心裡更新 我真的就變了另外一個人 同樣的日子也改變 但是我充裕 心裡不再有埋怨 我可以很安定地過我的日子 但是日子並不是像我想的那麼安定 在這四十年當中可以講 也像詩歌說 經常燒 經常海裡三豐 瓜瓜起 瓜瓜呼吸 其中一豐 多想通浪 我怎麼面對 反正你的力量 現在要回頭仔細地想想 沒有神的同在 沒有這個教會 沒有神借著諸位弟兄姐妹的幫助 我怎麼能夠走到今天 所以 或者我就懂 你留在教會裡面 怎麼樣接近神 怎麼樣親近神 在這個時候 我就看到很多姐妹兄弟的煩惱 看到他們在各個團系的事奉 我就看到 一面到現在我常常提醒 我可以事奉姐妹兄弟 實在是我們的好煩惱 我常跟姐妹妹說 我明天就不因為林姐妹 沒來回姐妹 她專門開任 我常常想到她 因為她對神的熱心 十數年如一日 每個星期四開著車子 到處接人 風雨無阻 我就常在心想 我怎麼能夠這樣做到 也像齊立國議員 那個時候 為年輕人 小孩子們 還要花了多少薪學 還要設計各種的團系的活動 更加熱情的反向 尤其是等到教會的時候 我就在想 這些在我們來講 也許是對我個人的幫助 認著我們今天要榮耀神 並不是一定要說 我們個人得到神的多少好處 而是我在想 我們應該要替教會 怎麼樣來感謝天 因為從長信關開始 仔細回頭想過去 哪一面不是神的預備 從開始的時候 走到要成立教會 當然是剛才提到 中間有多少 多久 但是在同一核心的寶寶之下 中間有什麼 神分分的主義是什麼 當成立教會之後 一樣還是照樣問題多多 不是別的 這個教會 是神給我們預備的 因為讓我們省了很 又省時又省力 因為在籌建教會的時候 就是當地兄弟來講 就為了我們的教會是什麼樣 怎麼設計 是怎麼樣來應付這個 市政府的要求 還想他中間花了多少薪水 但是感謝我們 在將近兩年的時間 讓我們預備好一個現成的教堂 我們在這裡 但是我們走進教堂 神並不讓我們 覺得自己好像是哎呀 我們有的教堂 繼續的給你們 一樣的學習實用 因為很多地方 這個教會需要整修 需要整修 所以這個時候又看到大家 怎麼樣的俗事 怎麼樣的同工 而彼此怎麼樣的勉勵 再怎麼樣的支持 牧師 將一起把這個教會 怎麼樣來承諾 做得更好 所以我不想講太多別的事情 先講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因為教堂已經講舊 現在做的這個魚子的負面 已經很多魚子都壞了 已經都破 看到裡邊的那個片子 可是教會 我們那個時候 說實在 我們沒有多大的經濟能力 我們負擔不起 一下子要換這麼多魚子的負面 說得奇怪的是 隔一天有一位姐妹來到我們教會 也沒有參加幾次 但是當她知道我們要換這個負面的時候 她就震擊大家 更多是說 誰會我們車風衣機的姐妹 才能夠來我們聚聚 就是這樣的一號召之下 於是姐妹們就帶著我們衣機就來到 結果三天兩天的 就換人一新 就完全換了新的 你的主座和這個負面 買的也沒有花多少錢 全部人工少量 怎麼知道這位姐妹 原來她是專門做飛機上的座位裝修的 實在是奇妙 真是令人感動 而且在不久之後 這位姐妹就不見了 我們能說 我們能夠不能說 這真是神和這個天職 能夠 是把這個榮耀推給神嗎 諸如此類 我們的教會 如其實現在 我想對 木道友的新朋友 還有新壽型的 弟兄姐妹們 讓你們知道教會 不是一個坐在這裡 只是唱唱歌獎獎道的教會 我們教會 是一個完全真的 身體異形的教會 像過去 在馬齒爾這五十年間當中 在馬齒爾的社區當中 發生過多少事 有喜事 有喪事 有人在家裡結婚 有的人在家裡還喪事 多少次的收縮 我們在藉助這個各種的經歷 神來試練我們 神來鍛練我們 操練我們 讓我們怎樣用神的愛 去看這些 遇到不幸的人 尤其到最後有瑜伽 也是瑜伽的一位學者 全家無可人 要出去旅行 還沒有瑜伽那時 就放生了一個當車庫 車上的父母老瑜伽 當時對 就獲失了 然後車上有一個新生的悲哩 開車的這位學者 是古澤 他的太太當時受了奉上 神之父親 等到送到醫院之後 已經覺得 他只有成為職務人的可能性 於是牧師就等於組織了一個救援隊 於是大家兄弟姐妹就輪流分拐 什麼人去探訪去醫院去辦事兒 因為還要提防辦老人家上帳的事情 還要想到怎麼照顧新生悲哩 還要送這位古澤的仙人 每天去醫院去探訪他太太 所以在這個當中 不管是交通接送還是禮食 說實在 真的是不準的 甚至於還要為了他們的大陸家人 要來再參加葬禮 牧師還特別要靠到 這個長輩隊的議員 去特別去聰明 請人家幫忙 諸如此類 我們都看到 這個教會 是一個愛心的教會 讓你們有在接著教會 能怎樣去愛人 就是在前幾天的 我有一個展示 我們常常唱一支歌 叫愛的真替 牧師今天早上也提到這個經典 我現在想說 這個愛的真替 這支歌 不是我們基督徒唱的 人家聽的 這支歌應該是唱的 我們自己聽的 我們應該每天都要唱這支歌 為什麼 要提醒我們 我們怎樣做一個 由自己先發出愛 才是一個真正愛神的愛神 所以我願意在這裡說 當我今天早上一走經教會的時候 看到當委康帝立東 給我的第一個號 我心裡就覺得 什麼是神的愛念 這就是神的愛念 接著接二人三 看到那麼多老徒 又回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在想 我們同樣老徒 我願意在一個人 穿起來屬服神的愛念 今天他們能夠坐在這裡 就是見證神 就是見證神的愛念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們無論我們做什麼 我們得到神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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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 我們敬敗祢 我們讚美祢 我們更感謝祢 我們感謝祢 三十年前 五十年前 你在洛杉磯的地方 主 設立你自己的燈臺 藉著這個燈臺 讓多少人坐在死亡當中的人 能夠看到你的發光 能夠濃受你的恩典 為這個恩典 我們再次獻上感謝 主 我們這時候 我們每一個人身體都軟弱 主 我們需要飲食 我們求祝你自己這時候 特別紀念 今天在廚房裡面 準備飯時的這些弟兄姊妹 紀念他們的愛心 主 你也紀念他們老陸的手 主 借這個飯時 主 讓我們每一個人 主 能夠身體健康 能夠快快地跟隨你 也借這個飯時 讓我們彼此能夠互相建立 彼此的交談 都是一些彼此造就的話 主 我們謝謝你 我們再感恩禱告 同主耶穌基督能求 好 那請大家 好 這樣我們直播